《咖啡》 《咖啡》 台灣主人說啊 那個男人啊 不能沒有那個 槍 因為槍代表是 另一個男人的靈魂 那老人家常常會講 如果你去槍上 害怕 恐懼 孤獨 不認識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可以對著空、冥槍 祖先就會知道你在哪裡 所有的害怕跟孤獨還有恐懼 就會被槍聲的聲音這樣 傳得很遠一點 撒基姆在台北擔任警察的工作 每到了星期假日 撒基姆總是和妻子阿珍 遠從台北趕回台東的老家 他們希望利用有限的時間 來細心地感受 父親曾經告訴他們的自然的真實感 那我們這個家族呢 幾乎是我們這個部落 快到50戶的共有的獵手 我這個家族打到獵物的時候 分享 分享給別人 不會把它放在自己的冰箱放很久 父親是撒基姆有關山林 與打獵知識的啟門老師 就不會說這樣 以外都是沒有什麼太刺激 太刺激的 只有山豬比較刺激一點 追山豬啦 打山豬啦 但是這個都是用技巧來去整腐它 不必會苦心這樣說 一定要跟他你死我活 這樣搏鬥 這個事不是幫忙 如果你要這樣做的話 如果你死了 要去補這個東西幹嘛 過去的獵人 他用獵道山豬 來去比喻一個人的能力 獵道水路 代表他能夠跟水路一樣 跑得一樣快 對啊 那如果獵道熊呢 或者獵道喜歡吃 呃 力量大 他要記得他的獵人能夠跟他看看 下面 那 阿偉 有沒有看到 等他等他沒關係 沒關係 等他 他沒有地方借了 從那邊看看阿偉 從那邊 我當獵人 我喜歡 跟父親 聽老人家講獵人的故事 那 那現在的獵人呢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怎麼樣去 承接 父親 還有祖父 自己的族群 那一部分 最美的代表是獵人 當 讓我們來當一個 維護者 來當這個土地的守護者 守獵的確是一個 行為 但是我覺得他 最重要的意圖 守獵是在獵取 大自然的智慧 守獵是在獵道 土地給我們的經驗 我覺得如果從這個出發點 出發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才是獵人 最美的哲學 才是最棒的修養 才是擁有新時代獵人的生命觀 跟價值觀 跟思考觀 好 還好 再有 這 那 還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华汽车原住民文学奖散文类组的低名 部落的老人说 这样的成绩就相当于猎人 达到一头山珠的荣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是一起的 我没有任何的嫉妒跟路线 只把这样的喜悦是给你的 过去的台湾族人 从艺术的层面开始凸行自己的某文化 那我也想一想 笔也是一种很美的雕刻刀 雕出了那个文字雕图的那个生命的力感 然后也写出了那个祖先智慧的骄傲跟美感 也诠释了山林跟土地的那种生命力 很经验感 对于习惯书写的现代人来说 文字能够引发比较强的感受和共鸣的力量 和雕刻作品比较起来 文字的力量也更直接而快速 那我过去做从雕刻这方面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是传统的那一部分 能不能重新的用文字 很快的让这个山底下的人 或者让自己族群的人 能够备受感受和感触 我觉得这个是在用自己文字 是很重要的 我要提到所谓的文字 不是中国汉人的那个文字的吸引 而是排湾族人词汇上面的感受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还有什么问题 那是核心里的 因为你们也不肯定 被那边有的 hanno这些拿着 要就是因为他们都是 不肯定的 在他们会被人连闭 没有人连行 但是没有人连行 没有人连行 不知道他们已经连行 这些钱让他们有这个 国家是什么 我以前都没有人连行 不肯定 还有 我以前都没有人连行 不肯定 你们曾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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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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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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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